接下來要上個內容叫做 力的合成跟分解 如果有1234個力 加起來的作用效果 跟甲這個力的效果是一樣的 我們就稱甲這個力 叫做1234個力的所謂的合力 那麼1234就是它的分力 所以就是合力就是我作用的效果 跟你們加在一起的效果是一樣的 叫做我是你的合力 我是你的合力 那你們就是我的分力 合力的做法 兩力求合力的做法有兩種 一種叫做平行四邊形法 因為畫出來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一種叫做三角形法 畫出來是一個三角形 我個人偏好三角形法 原因因為它有高中向量加法的味道 原因如果你做很多力的合力的時候 三角形法會比較單純 平行四邊形法就是這兩個力 去帶它的做一個平行四邊形 然後對角線就是合力 像這樣 現在有兩個力 這兩個力怎麼求合力 做一個平行四邊形 然後對角線 這個力就是它的合力 這力就是它的合力 這要做平行四邊形法 或者是像這樣子動作也是一樣 這力有兩個力 這力有一個力 我把它調到差不多三 然後這一個力 我把它差不多調到差不多四 那合力的差不多就是五 就這樣子 就是合力 做出一個平行四邊形 叫做平行四邊形法 像這個影片所顯示的 就是平行四邊形法 這力 三十度 六十度 這有個關係以後再說 然後呢給它施力 就是 這個就是虎克定律 以後再說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合力在這邊 一樣 這個力就是合力的結果 效果是一樣 因為彈簧是那一樣長 表示力量一樣大 這是後面的合力量要交的 那個是後面的合力量要交的 那個是後面的合力量要交的 這就是平行四邊形法的意思 三角形法就是一個三角形 頭尾 手尾相接接出來的 從頭指到尾 這有兩個力求合力 隨便挑一個 把另外一個接過去 把另外一個接過去 手尾相接 接過去 然後 從頭指向尾 這個力又是合力 因為兩個邊 第三個邊所以是個三角形 所以叫做 三角形法 所以把它叫做三角形法 叫做三角形法 三角形法求合力 或者是這個圖的意思也是一樣 好這裡有一個力 手尾相接接過來就剛好了 剛好了 剛好了 就是合力 當然你可以變 你可以 你可以變 你可以移動 可以移動 或者是改變 都可以 三角形法 畫出來就是個三角形法 三角形法 就是我們兩力求合力的兩個方法 一個叫做平行四邊形法 一個叫做三角形法 那如果不只兩個力呢 有三個力 四個力呢 如果你是用平行四邊形法做 就是挑兩個做一個求合力 這把這個跟另外一個再做平行四邊形法 一直不斷的重複平行四邊形法 做下去就對了 像這樣 這有三個力求合力 先挑兩個做平行四邊形法 求出一個合力 再用這個去跟另外一個力 再做一次平行四邊形法 拿到的求合力 所以就是不斷的反覆反覆重複那個平行 四邊形法 所以感覺很煩對不對 像相對而言 三角形法就簡單了 就是手尾相接就好 像這樣 這三個力要求合力怎麼辦 一個一個接上去 這個接手尾相接接下來 另外一個移過去 也一樣手尾相接照描照接過去 然後這就是合力 當然現在是三個力求合力 就不會是三角形了 變成什麼 四邊形了 但是意思是一樣 手尾相接接過來最後這樣做 所以我說 這個對於處理很多力求合力 會比較方便比較好 而這個所謂的手尾相接 是有高中要交的向量加把的味道 所以我個人會偏好三角形法 就是我們所謂的求合力的方法 平行四邊形法跟三角形法 希望你能夠了解